好吧 昨天因為是黃昏 現在以前我剛講過 尖峰都是白天 大家用電 然後那個時候會有尖峰 現在變成傍晚 為什麼 核電沒有了 然後風又小了 然後太陽又下山了 反而變成黃昏變成一個尖峰 尖峰的時期 而且昨天突然熱起來了 所以有一點我們常常說 夏天限制百貨公司 什麼溫度不能什麼低於28度 莫名其妙 百貨公司大家都去啊 都跑到裡面去納涼啊 你跟他溫度低一點什麼關係呢 他不要在家裡用電了 現在都回家了 回家每家開冷氣 突然用電量就增加了 很多就像我們火車 為什麼最節省能源 因為火車 大家都坐火車裡面 每個人消耗的能源就少 汽車最浪費能源 同樣的大家如果要到百貨公司 就要去啊 百貨公司沒有最低消費 對啊 很多人到百貨公司 夏天去納涼嘛 那他就規定啊 拿個體溫度在那邊涼 什麼超過低於28度 叫罰人家等等啊 所以你現在夏天到百貨公司裡面 熱得要死啊 核二三廠一號機 七月就要除一了啦 那到時候怎麼辦啊 其實我們就算核一核二 加起來只有百分之十幾而已 都不夠啦 你2050要淨零喔 你核電沒有運到30% 你達不到淨零的效果 你看好了 今天我們來這邊看看 看看二十幾年以後 是怎麼樣的狀況 除非大家不要淨零嘛 全世界都在亂吹牛就算了 如果你要到淨零 你告訴我你怎麼算也算不算 你要怎麼淨零 你現在天然氣增百分之五十 那也是有碳的啊 燃煤占百分之三十 綠能占百分之二十 那你現在怎麼2050淨零 你怎麼達到國際的標準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昨天台電郵叫台積電 啊你減少減少啦 所以網路就是說 喔有進步的是用電大戶 叫他們減少 減少用電喔 跳電這件事情 大概是蔡英文上來之後 最好跳了五到六次 我還回去調了一下資料 大跳電 我印象中在立法院 這件事情工房 也做過非常多次 那大家只在討論 他的能源政策的一個錯誤 有兩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來看的 第一個部分是證後 4月3號證後 是不是只有那幾組 大家比較關注 覺得有壞掉的這個機組 有被檢查 如果我現在是委員 兩位委員在現場 我就可以去調一下 他全台的機組 有沒有去做一個盤點 就在證後之後的一個 受傷的一個程度 因為昨天是因為發生在北部 大家很緊張 但是我相信一定不是 只有那幾組有出問題 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問題 第二件事情 和平發生成有問題 對 所以但是這個 因為他就有拿這個來說 就是說因為證了 然後又證 然後所以不能夠一直 這個好好去做修復 那我是建議是說 不是只有這幾個廠的機組 我覺得是應該全台的 這個相關機組 都應該要去做一個盤點 因為其實那天證的時候 是各地都蠻嚴重的 這第一點 第二件事情是 剛剛一直大家在討論這個 第一天公佈的這個第三波的 這個新的內閣 剛剛那個趙哥有講到 就是民進黨的兩大神主派 一個是反核嘛 一個就是台獨嘛 那我看這一波第三波 如果照剛剛各位來賓的這個講法 我認為有可能是一個協助過渡 概念的一個那個 什麼叫協助過渡 就是說他本來是要反核 但是他想要往中間一點走 就剛剛龍介兄也有講到的 所以運用這一批 尤其是像產業型的人 因為他自己也有用電上的需求 有沒有可能開始釋放一點 這樣的一個訊息出來 來做一些調整